呦呦,大家好! 今天的一期视频又来了 那今天我们拍些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前几周,我有一个视频就是拍我去苹果园摘苹果 顺便拿那个南瓜回来 那那个南瓜思前想后呢,也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现在突然想起来了 马上就是国外的Holoween了 虽然我从来不过这个节 但是至少现在有这个资源了 哎,我们也入乡随俗一下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叼一个南瓜灯 那在叼灯之前呢,我们肯定要打个草稿 打什么草稿呢?就是那个脸啊,看什么 所以我们先画一个 那我用的是那种就是再生纸 就是你背面是有东西的 这样不用浪费 不要拿那种纯白的A4纸实在太浪费了 我们要讲究节约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画一下 看看哪个脸合适 诗先生明画功不好 可能会画的有点难看 大家凑合再看吧 嗯,太重了 诶,大家觉得这个脸怎么样? 嗯,要不就这个,我也只能画到这样 那我们先开始把南瓜的壳给撬开 那我们首先呢,要把它开长破肚 把里面的东西给取出来 嗯,对于没有惠罚天赋的我来说 开这个集圈好像啊 反正图一乐嘛 突然就叫小鸟 真是很好啊 ,真是很感激 嗯,没有一会儿 真是感激 的rotbi 全部都不用弄 我真的不用弄 了,也有点了 吃 吃 吃 加油 舒服 我们开始掏里面的南瓜油 那这些呢就是掏出来的南瓜籽 如果处理一下可以当南瓜籽吃 一准烧逃干净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不及得掉 为什么呢开这儿 满满一水池的南瓜内心 这个一定要处理 不然就是一件非常出名的妈舰打戏 当然虽然我老婆不在身边 但是我也老婆 你们知道这个要比妈舰打更厉害 所以我们先清理水池 清理完之后再开始 那那边收拾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调客 我们先来挑一个面 比较圆糊的 还是比较平的 不过这个面伤害太多 就想买点青春豆算了 要不还是这个面吧 那我们先在上面画点 那这次呢我用铅笔 为什么用铅笔呢 因为最主要啊 那个黑色的笔啊 在上面画虽然看得清楚 但是很难擦 用铅笔的好一点 那我们先来画眉毛 右边眉毛 然后左边眉毛 好像有点短 那就要长一点 然后画眼睛 眼球 画上鼻子 这次我们用个三角鼻 对三角鼻 画上嘴 那我们这次用的就是 这张图用的铅笔的效率 那一直刷抖音的效率 应该知道这张脸的 出处似在那边 对三角鼻子 就是那样 好 嗯 哎呀高一点 对 嗯 然后画上牙齿 然后下面的牙齿 然后下面的牙齿 那这个呢 是在盖面去收拒方便 那美工刀等会儿 不要稀的地方 那我们就开始了 就着了 一家 那个 哪一家 那个 因为 我 那是釣花椒 但在酒店都是 拿走 冬頭 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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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